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氏族的每個成員中切換互相支援 像是讓健康的原始人爬上樹 摘取木棉纖維給受傷的成員使用 而傳宗接代 算是遊戲當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玩家要讓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順利找到對象 並生下新成員 才能夠確保整個氏族 在世代交替之後不會凋零老去 除此之外 特定的重要基因也只會在新一代身上出現 類似天賦術的神經元 也是遊戲裡面一個獨特的系統 透過神經元 玩家的氏族可以獲得直立行走 搬運 指揮同伴等等的新能力 每個神經元都要滿足不同條件來解鎖 再透過攜帶新生兒活動 累積的神經能量來取得天賦 並且當世代交替之後 只能夠保有其中幾項 但不需要重新解鎖一次 雖然我們的老祖先當時手跟腦都還沒有很發達 不過還是可以運用大自然的素材創造工具 為自己創造生存的契機 像是可以將枯樹去掉雜枝 就可以抬起石頭獲得下面的資源 面對兇猛的野獸時 也讓自己多了些反擊的機會 原始人強大的攀爬能力 可以說是最重要的生存技能 可以攀爬參天古樹以及懸崖峭壁 在樹與樹之間跳躍擺盪 只要善用這項能力 就能夠輕易取得重要的資源 並且避開地面的猛盛 提高生存的機率 祖先人類奧德賽 在還不熟悉遊戲玩法時 或許會有些不知所措 但慢慢上手之後 就能夠體會到遊戲特有的人員生存 探索樂趣喔 有什麼呢? 怎麼會這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